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城迁徙的历史事件 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宫殿宗庙遗址 竟然是一座大型的四合院建筑 那四合院商的计划 我们给北京四合院找个源头 延续五百多年的商王朝 究竟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来的都是爆炸性新闻 殷墟考古95周年之际 考古公开课隆重推出 探秘殷墟系列节目 城邀南方科技大学讲习教授唐继根 带您一起探索隐秘的王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 新一期的考古公开课 欢迎六位学员的到来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讲 环北商城 因为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唐继根教授跟我们讲到了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在河南这一带发现了一座城 这座城极有可能是商代中期的一座王城 那么是商代的哪一位王 带领着他的子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座城的科学考古又能够发现哪些 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新的考古学成果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的考古学成果 对于我们重新建构商代历史 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邀请到了 我们的主讲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 他叫唐继根老师 欢迎唐老师 谢谢 唐老师 您好 大家好 我们其实说到有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这位王或者这座城 它是在商代这个段代的历史当中 处在商代的中叶的 或者叫商中期 商中期 我们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就是讲到了这座商城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唐老师的这个研究当中很重要 是要解决商中期 或者叫中商时期这个段代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还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概念 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 我们有一张图表 就是目前我们通过研究 知道了商王的这个世系表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按照这个作为一个时空的坐标的话 所谓的中商时期指的是 哪个王到哪个王 我们看好 这张表里头里面有横向的短线之间 就是前后之间 它是一个王位的隔代传承 纵向的是同一代人 比方说第一个红色覆盖的地方 商汤的下一代是太丁 这是他们的父子关系 太丁的儿子是太甲 太甲下面是卧丁 但是太丁外比重任 他是一代人 兄弟跟也同一代人 就是横向是代际传承 对 纵向的是同代的 同代对 兄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当代的王位传承 把它顺序做出来的同时 还可以看着它隔了多少代 对 那么这个里头有个技巧 这是什么呢 从商汤到仲丁 看到没有 红色覆盖完了之后 这个红色结束 是在太悟结束的 然后是仲丁 这个前面那个是 一 二 三 四 是五代 对 到第六代仲丁 它迁过都 对吧 第六代 五代十亡 对 太悟之后是仲丁 迁过都 然后仲丁隔了一个弟弟 叫何丹甲 他又迁过一次读 那么何丹甲的儿子 祖乙又迁过一次读 那么一直迁到南庚 南庚后边是杨甲 杨甲 庞根 小心点 庞根迁过一次读 杨甲迁音 对 也就是说这张表里头 它除了王位创成 其实还有都称迁徙的历史事件 这两个信息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 如果想证明 商王朝的存在 其中一个方法 用我话讲叫都称法 就是都称的迁徙 可能会在考古上有反应 假定我们在考古上 找到了若干个都称 这个都称又能够 对应到不同的代 那么就说明 我们把商王朝找全了 找到了 对 那就是信使 对 所以说红色的第一段 商早期 庞根以后商王期 中间隔开的 迁都平凡的 迁都主要表示它中间 这就是我说的商中期 商中期 商中期文献上有记录的 文献上讲商中期 叫比九世之乱 就它王位传承也是乱的 收收侄子之间 这种王位传帝 它不像那个 因为商大人 他本身是 兄中弟籍 父位子成 就他本身是 要么就哥哥传帝的 要么就父亲说儿子 他这个收侄之间 那种关系是不常见的 可是在商中期 就发生了很多 收侄之间的 这种王位传承 对吧 所以这就会导致 政治上的一些混乱 所以也可能是 迁都的原因之一吧 所以您刚才讲的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商中期 我们看到像中丁 外任 一直到这个杨甲 这个商中期的时期 商代有几个王城 或者都城 我们现在 按文献的讲法 应该是四个 四个 四个 那个你看 中丁千鸥 何丹甲千相 足以千行 南根千也四个 因为商朝建国以后 千过六个都城 商中期有几个 商中期四个 就四个 所以它不正常 你看商早期 你看从商滩到太晤 五代人 对吧 这个是 说明这个都城 住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攀根千鸥以后 你是八代人 说明又住了很长时间 所以说五代和八代 说明这个都城 被长期的使用 反映在考古学的 考古发现上 它一定是一个 长期的堆积 可是商中期你看没有 同代它就签 或者隔代就签 它的考古发现 一定是 发现东西很薄 没多少东西 然后就走了 所以考古上有反应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在这个商中期 有四座城 究竟我们这座商城 有那么大的规模 这么完整地构建 功能区 那么这座城 究竟是商中期的 哪一代王的王城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非常非常有趣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和时间 留给唐老师 为我们继续来揭秘 掌声有请 我们先又问一个问题 司马迁的英本纪 所记录的商王朝 是否存在 当然大家会知道 是存在的 因为甲骨文里头 记录的商王朝的 王位创成 清清晰晰晰的 明明白本地 记录下来了 商王是怎么传位子的 跟英本纪是一样的 那说明这司马迁 没瞎说 这第一步 商王朝是存在的 好 第二步 如果商王朝存在的话 如果四谱是真实的 而英虚又只是 这四谱里头的 第二十个国王以后的遗迹 那第一到第十九个国王 是不是存在 它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它存在 它不再营虚 咱们就该去找吧 所以理论上 我们是找得到的 那么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不能瞎找 碰巧是什么呢 中国的古文献里头 记录了商王朝的历次都城迁徙 商汤建国以后 商汤是商王朝奠基人 第一个国王 商汤建国以后 首先在某个地方建都 这个地方叫博 一直到太后 五代人没有签过都 然后到中丁 开始第六代 罗洞了一下 签了一个都 然后中丁完了以后 到何党甲 另一个国王 又签了一次 然后呢 到足矣 又签了一次 到南庚又签了一次 到攀庚又签了一次 我说的那些全是国王 一代的国王 那么假定说 我们文献上 所记录的商汤朝 就如同司马迁所记录的 史记英文 这里的王位传承一样 是可信的 理论上说 考古学是否应该 找得到这些都城呢 是可以的吧 好 有了这个基础 都城法就可以发挥作用 怎么操作呢 大家看好 我们文献上讲 从城堂开始签都 签了五次 那就意味着 有六个都城 对不对 我们把它转换成数值 考古学是一个文理 都有点关系的 一个学科 我们把这六个都城 转换成值好不好 第一个值 这六个都城 是不是有序列 它有次序吧 第一个叫博 第二个叫翱 第三个叫相 第四个叫行 第五个叫眼 第六个叫阴 它有次序吧 除了次序之外 每一个都城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 时间的长短 时长 比方说第一个都博 它延续了六代 没签都 可是第二个中丁签 翱 它就是隔代的事 和大家居相 也是隔代的事 很短 所以居行也很短 南根签也很短 但是攀根签音 按照文献的说法 八代十二个王 它又很长 那么时长 是不是一个值 所以我们把 这些文献上的 这些迁都 转换成数学 你就会发现 最少有两个值了 次序加时长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看考古学 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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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 真相当 Pat 第五个王 さは 近身 14 当来 请不吝点赞 他 一 二 大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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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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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王 陈汤所都之博呢 所以我现在给出下述几个理由 第一个年代 他必须要走 因为有人民公园的地层关系 第二个 地万 地万就是他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及他的环境 那么地万 符合山王朝早期的都城 第三个 郑州山城毕竟是个大遗址 那不是一般的遗址 一定是都城遗址的吧 第三个 第四个呢 郑州山城的考古发现 所处在的社会发展阶段 相当于山王朝这个阶段 非常自然 当然最关键的 郑州山城出土的陶器 跟英学的非常像 都是神王陶利这套东西 而且就连祭祀的痕迹都有 他认为文化是一体的 所以邹先生称之为山文化 这就是山文化 那不是下文化 也不是别的文化 它就是山文化 还有另外两条理由 周先生说 他说你看 假定山文化 在文献里记录属实 那么文献里头记录了 山汤伐夏的过程 它是 尾故即伐 昆吾下节 也就是先伐了尾再伐了故 再争了昆吾 再伐的下节 那么这条文献 在周先生看来 刚好说明山汪超的人 最早建国之前 是沿着太阳山东路 一路打下来 最后灭了空屋 才发了下 他说你看这多合适 所以郑州山城一定是 汤独博 英虚一定是最后一个都 是潘根索秦之英 其他的都在中间 包括华美山城 明白吧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考古学算是构建了 或者是夯实了 一个地下沙文超的框架 你会发现 考古学不是一个 纯文献的东西 考古学不是一个 纯文献的东西 考古学不是一个人 干得了的 他要多少代人 慢慢地积累 没有当年的应许发掘 没有郑州山城的发现 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契合呢 做不了吧 所以他要巨大的投入 好 再做的 你们谁如果能够 发现一个新的方法 或者找到一个新的证据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考古学 那么沙文王朝 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 他是不是要采取很多措施 这些措施 是不是有可能就 有一部分会反映在地下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历史更替的考古学响应 大家想象一下 山王朝刚刚推翻一个旧王朝 它是不是要稳固自己的江山 它是不是要设一些新的城 来巩慰自己的都城 这个就是考古学的响应 这个也同样支持 郑州山城市 城堂所都之博 对吗 大家看 如果按照都城法 那么都城之间是有顺序的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 最后一个都城 帮恩前英定下来了 而这些都城又有次序的话 其实我们理论上讲 是应该对应到 那个前都的国王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黄北山城 按照我们的都城法的这个契合 它是枉于中丁千敖 枉于郑州山城 就是山滩巨坡 所以它应该是第三个国度 那么正好淘气上反映的 它的年代 它真的就比中丁千敖晚一点 因为它比小山桥一直晚一点 所以刚好就对上了何丹甲 所以黄北山城 按照目前的材料 它应该是何丹甲所居的像 所以这座都城的性质就是 何丹甲所签的商代的像都 是商代的六都之一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证据 笼到一起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从考古学角度 讲商王朝 已经不是一个传说了 已经不是一个文字的描述了 它是考古学的时政 所以我们讲商王朝的时候 先要把这个商王朝的构架搭起来 也就是说 以郑州山城为早山 以小山桥 黄北山城为中山 以安监允许为网上的这么一个构架 才是真正的商王朝的考古学描述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唐老师 大家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可以跟唐老师交流一下 来 唐老师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 环北商城是一个在商中期的王朝 然后我就很想知道 在发掘过程中 有没有像一些文物或者遗迹 能让它跟之前的 比如说郑州商城 或者之前的王朝 以及后面我们发掘的殷须 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联系 或者是有一些文物可以 也出现在了殷须这个考古的现场 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 而且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做 看了他们就要做 因为你想想 我们判断它是商中期的一座城 那么也意味着 这座城的主体使用时间 是商中期 对 那么留下的文物肯定商中期最多 那么这个遗址上 有没有商晚期的呢 有没有更早的呢 其实也是有的 很少 地层里 早的是在底下一层 往的是在局部地点的 一点点 大多数都是商中期的 那么这个陶片会反映在它的气形上 比如说利 眼 盆 鬼 这样的气物 它气形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说利 那么利的口言 一般来讲 它会更加地靠近 它既不像珍珠 也不像殷须 但是利的口言 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口言下部会出现两道小槽槽 小槽 就横向的小槽 这种小槽 这有一圈嘛 这种小槽在殷须的陶利 同类气物里头 基本不见 基本就是没有 基本不见 在定书上的偏晚期 就比较常见 它刚好在那之间 那么利它是底下三个族 是可以烧火的嘛 那个档布 黄北商城这个利的档布 它比正路商城的矮一点 矮一点点 明显的比应需要高 这就是那个地点 那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所以精神要比 不比不行 对 所以气形刻画图案等等 这些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 时代才是 对 我想讲到这里呢 大家对于这座古城 这座王城 可以叫商代王城 王城没问题 就是王城 讲得非常准确 那我们现在通过 刚才唐老师的研究和讲述 已经可以知道 它在历史的构架空间当中 它的位置了 那么从整个考古学研究的角度 再来看 这个考古发学 它具有怎样的重要的意义 唐老师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一方面呢 它能够构建商王朝 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 它能够弥补 很多文献里 见不到的商代历史 它能让我们 懂得商朝的清通记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序列 它能让我们明白 商代的 英须世界的亡灵区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甚至让我们知道 商代的四合院 商代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格局 什么样的形制 这都是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价值 什么 就是考古发现 不全是偶然的 是可以通过研究 获取的 这个比较有意思 而且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 在慢慢地掀开历史的尘封 然后让历史这部大书 慢慢慢慢地清晰起来 重新去阅读它的记载 所以您刚才讲的很重要一点 环美商城 它的整个考古发掘的过程 本身 对于我们以往的商代的考古 甚至于对于文字 史料都有修正的作用 是的 比方说甲骨文 那这是黄美商城之后的甲骨文 格雅两个字没问题 什么字 一个格字 金格铁马的格 上面那个 第二是亚洲的亚 都成格雅 那就是商代中期的文字 跟甲骨文是一个序列 商代的 所以它是商代中期 你看这字不就是 甲骨文的字一样的吗 它不是另一套文字体系 所以它是同一个王朝 不同时期的文字 比我们过去时候的甲骨 要早一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文字提前了一点 这每一个发现 都会让人觉得 内心有一种 不一样的冲击的感觉 确实是 所以在这座商城里 究竟还有哪些震惊的发现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快听 唐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 掌声有请 那么黄北山城发现以后 它的价值除了构建 商王朝的考古学边界框架之外 它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其实还有很多 一座城 它记录了很多的信息 那么我下面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黄北山城的建筑的布局 和建筑的形式 对于我们认识阴墟 或者叫重新认识阴墟 有很大的冲击 那么黄北山城发现了 很多的 或者叫批量的建筑机制 那么经过发掘以后 我们发现 其中最重要的两处 一处是我们充值为 一号机制的建筑 在它的后边 二十五米处 还有一座 也是个四号院建筑 可见它是一前一后的布局 前面这个更大 后边那个呢 稍小一点 其实也不小 那么它布局是一前一后 这个是不是前庙后寝呢 这是布局 我们再看它的建筑 前面这个建筑 如果大家仔细看 就会发现 你看 尽端 靠我这一侧 它都是 两个小云洞 排在一个长方形的条条里的 这些东西呢 经过研究发现是 墙 那个洞洞 就是叫木骨夯土墙里头 那个柱子 它就如同今天盖房里头的 那个钢筋水泥里头 那个钢筋 那么这个墙很厚了 但是你注意到 这个墙是冲外的 是靠外侧 而里头是一个一个的注冻 说明里头是不封闭的 外头是封闭的 所以它是 对外封闭 对内 散开的一个走廊 没错吧 我们再看它的正前方 正前方你可以看到 一个一个的台阶 每个台阶正对着一个房间 可是房间的周围全都有注冻 那么房间才是有墙的 而周边都是一群廊子 北边是房子的周边 它是外廊是通的 而且廊柱都特别的大 那个住处时度50公分以上啊 50公分是很大的 那么说明它什么 比较高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建筑 它是个正殿 最前方那个正殿 它是高大的建筑 我们推测带着两个屋檐 双屋檐叫虫檐 这样的建筑 而整体是个对外封闭 对内敞开的 内廊式的思合院 那么这个背后 那个也是跟它一样 也是正殿高大 那么功能上呢 我们现在有个初步判断 这个应该是个宗庙或者宫殿 后边那个少小一点的 可能是寝宫 为什么寝宫呢 因为在它的东南角 发现一个附属建筑 中间一个水井 水井里出了好多淘气 边上离它不远的地方 还挖了一大堆牛骨头 说不定是厨房 做推测的话 当然我说的这个 是带有一点推论性质了 那么也就是说前庙 宫殿宗庙嘛 后勤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布局 那么建筑的形式 就是思合院形式 这是黄北山城吧 那么它对英勇有什么影响呢 英勇发掘了这么多年 特别是1930年代 当时的考古队 国民党的考古队 发掘了大人的机制 50多处对吧 甲乙丙丧组 由于早年发掘技术的关系 他们没有意识到是思合院 现在想起来 假设拉他做参照系 当年发掘的 英虚实际的 上晚期的工丁组织 大多数可能就是思合院 这是一个影响吧 第二个影响 对器物胖毒的影响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有一位日本学者 做艺术史的 他的老师 是著名的日本艺术史家 叫林斯奈夫 他研究青铜器 出了好多书 现在好几部书都译成了中文 那么 他在整理中国青铜器的过程当中 他就排了这些青铜器的序列 那么他的学生 也是个著名的日本考古学家 他就得了他的征创 他在青铜器的研究上 特别是文式的研究上 做的是登峰造劫 他有一天写龙风信 写给北京大学的李伯谦老师 川利老师 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 研究商代的铜器 发现有一批铜器很特别 你们中国学者提出商早期 或者商前期跟商后期的构架 可是有批铜器呢 他既不像英虚时期商后期 也不像郑州商城商前期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伯谦老师就跟他说 这个事你去找 社科院考古所的汤基根 后来这位学者就找到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在我看来很简单 你说那些铜器 都是山中期的 因为黄北上城发现的 商代的青铜器也不少了 其实不少了 好几批了 它的特征刚好就介于 英虚跟郑州之间 所以黄北上城的发觉 也解决了 青铜器断代的一些问题 黄北上城对英虚研究的影响 还有啊 可不止刚才我讲那些 还有一个陶器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考古学界呢 有一个鄙视链 我在请对方来讲过 你要不认识陶器 我看不起你 真的 那认陶器认的权 大家就崇拜你啊 好厉害啊 认陶器 但是最高水平的人 不是认陶器 是认陶片 碎片 那次叫水平 对吧 当年黄北上城发现的时候 我最早是认陶片啊 这个有点瞎吹牛了 它就是从陶片认出来的 那么早年考古队 国民党的考古队 在英虚发现了大量的陶器 比方说这张 是李济跟潘雀两位 编的一本图录 叫英虚陶器图录 大家可以看出来是 中华民国36年 那个时候编的 这些陶器是李济先生 他们把当年的发掘品 都给他画出来了 那么这些陶器 在黄北上城发现之前 大家都相信 铁定是英虚的 后来黄北发现以后 这是我发掘的 你有没有觉察到 这边我发掘的陶器 和当年国民党考古队的陶器 很像 也就是说 1947年的英虚陶器图录 李济他们编的这本 它很多陶器 其实就是山中器的 不是山晚器的 所以黄北的工作 冲击了英虚的研究 使得我们对英虚更加清楚了 所以刚才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当黄北上城 作为都城使用的时候 黄河南岸有一个居民点 我说这句话不是凭空说的 是因为国民党的考古队 在小屯发现了这样的陶器 它出自小屯 我才知道有一个居民点 也在小屯 反过来讲 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居民点 用了一些陶器的话 那居民点很多的建筑 它也不是英虚时期的 它可能是黄北时期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解构 当年的英虚发掘 重新思考它的年代 思考它的布局 思考它的整个社会结构 大家知道 三十年代 其实已经把英虚的亡灵区 发掘出来了 大家一直认为 亡灵区亡灵区都是攀根以后 签过来的 大家看亡灵区 结果呢 我在整理1978年的一批 亡灵区发现的材料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所谓的亡灵区 在黄北山城中山世纪 已经启用了 证据是什么 就是那个红色图标那个 因为蓝色的 都是国民党时候 发掘出来的 亡灵或者陪葬 以及基斯坑 但是红色那一座 它的编号是78HBM1 意味着这是1978年发掘的 如果大家看仔细一点 你就会发现 这个木它是个南北象 基本上南北象偏东一点了 这个木有个木道 这个木道被另一座木 我们叫1217 被1217 就这个蓝色的 被1217的东边一座木道 给切割了 我们叫打破了 这个很简单 对大家任何人都知道 它一旦背后的这个木切割了 那就意味着 它比这个木要早 对不对 否则切割什么 说明78年这个木葬 它的地层关系 就比1217号木要早 后来我整理这批 78年发掘出来的材料的时候 我把所有材料集中到一起 我意识到了 这个木是黄北山城时候的 比整个印象都早 这就意味着 黄北山城作为都城使用的时候 很可能死了一位国王 这国王买到这 后来国都迁走了 等到他迁回来的时候 买另一座木的时候 就把78年发掘的这个木的木道 切割了 所以这也是黄北山城的一计 所以黄北山城的发现 对于研究英虚就有巨大的冲击 那么如果没有黄北山城的发现 像英虚的建筑形式 建筑格局 包括王林区什么时候启用 都没有线索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线索 比方说 当黄北山城作为都城使用的时候 其实英虚所在的那个地方 已经有一个居民点了 因为黄北山城 之所以叫黄北山城 是黄河以北 当然我在这可以讲个笑话 黄北山城当年去做报道的时候 然后又把它译成英文 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拼音 黄北山城 或者是黄北山City 结果有一位翻译 不知道谁翻译的 把它译成黄北山茂城 就是它说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 黄北山城作为都城使用的时候 它南边其实有个居民点 如果我们把黄北山城 放在当时的地貌环境下 去处理 去观察 你就会发现中间一座城 西边王军区已经启用了 南边小屯一带 也有一个居民点 还有沿着整个现在的安阳河 万东 我们都做过考古调查 那考古调查的时候发现 还有若干个遗址 都属于黄北世界的 黄北山城不孤立 只不过城里头 四十七平方公里之内 有很多的人扎堆住 外头其实也有人支撑它 所以黄北山城代表的是一个时代 不是仅仅至于做城 还有一个 黄北山城的发掘 其实最重要的是边境宽材的构建 其实也弥补了 沙王朝的一些隐秘的历史 举个例子来说 黄北山城的建筑机制 几乎是同时间被一把火给烧掉的 黄北山城的外城 把基槽开好了 但是城墙就没有建起来 当然里面的工程是建起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黄北山城这个阶段 沙王朝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你就读史记 读诗经 读上书 读诸纪年 都没有线索 也就是说这些历史 只记录在考古现场 我们拿黄北山城里头 发现的墓葬进行的研究 同时也拉它出的陶器 进行的研究 结果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 我称之为二元现象 什么叫二元现象呢 就是我们发现 就当我们把黄北山城的陶片 拿来切 做成切片 打磨光了以后 就发现黄北山城出土的陶器 主要有两类 一类它呈现出 正珠山城 那个地方的特征 一类它的胎质 它的昌和料是安阳本地的 明白吧 这有意思吧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用陶器的人 有一部分可能是本地的 另一部分可能从郑州迁过来的 与此同时 我们做黄北山城发现的人骨架的 私童位素 结果发现 黄北山城城里头住的人 也是两批 主要的两批 可能还多一点 但主要两批 我们从统计学上讲 主要两批 一批是 太和尚东路本地的人 安阳本地附近的 一直生活在这 他们的身体上的私童位素 就是本地的 他们没迁徙过 另一批 具有正珠的特征 也就是说人骨头里的童位素 和陶器的切片的指向 居然一致了 这个也是以前不知道的 所以黄北山城的发现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重要的线索 使得我们对山王朝的历史更明晰了 对山王朝更靠近的一步 当然这不是黄北山城发现的意义的全部 谢谢大家 谢谢唐老师 大家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可以跟唐老师交流一下 来 唐老师您好 我想知道在整个玄北山城的发掘过程中 咱们除了发现了宫殿和宗庙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有 比方说宫殿租庙区的东北 就是它的比较密集的几个居民点 还有它的环北山城的北部 环北山城的宫城的北部 就是何玉玲老师 就是现在又发现若干个作坊 包括智谷作坊 筑童作坊等等 其实是个工业园 用今天话也叫工业园 都在那块 所以华北山城里头的遗迹很丰富 从这个图上来看 它的规模就非常大了 4.7 这个城的规模是4.7平方公里 4.7平方公里 北偏东13度 你注意一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看这个北 是这么标的 城市北偏东看到吗 对 工程也是北偏东 建筑也是北偏东 因为北偏东10到13度 就是商朝人那个时候的北 如果我们回到夏王朝 夏朝是拧过去的 它是超西北的 这很清楚 所有的建筑都是这样 而且建筑的布局又不同 像商朝建筑的布局 它最重要的建筑 是四颗院的院墙的北侧 所以唐老师您刚才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标的北 是金天 金天的正北 金天的北 那在商代的时候 这个北要和金天向东偏15度 13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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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穿越回到商朝 我们就找不着北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什么地词的变化 还是因为 现在我们是首先是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用现在的罗旁去测 一定是北平能这么多度 对 那么有人做个解读 有人说是地词的问题 地词的偏角 对 地词偏角 还有哪一位 来 唐老师好 我对青铜器和陶器比较感兴趣 我想知道 就是在不同时期 商朝的不同时期 这些青铜器和这些陶器 它们的器型和文式方面 是不是会有所变化什么的 当然 当然 不但器型文式会变化 器类都会变化 对 你比方说有些器类 它上晚期的时候 比方说樱虚这个时候的器类 有一些是上早期是没有的 那么器型就更不用说了 你比方说 我们说器型顶的那个足 那个上早期它就是锥足 就是一个 就是那个圆的三角 锥子 锥足 可是到樱虚时期 它就是一个平足根 对 那个底下是平的 华北上城这个时候 它既有贫足的 也有锥足的 但是锥足的多一点 就是它的 这个器型的变化 那么文式上也不一样 你比方说早期的文式 特别多间那种 细线突起的树面 或者是这个龙纹 或者是很框的那种 很平很框的那种龙纹 樱虚时候 它就多层华文 可是黄北这个阶段 它的文式已经跳出了 郑珠这个阶段 但是又没有到英雄这个时候的 多层华文的阶段 就是细节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艺术史家 他说有些铜器 既不像伤前期 也不像伤后期 怎么回事 他就会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他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终极解决还是要靠考古 对吧 考古发现了 他就明白了 不发现 对于他们来讲 永远是个秘密 这座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发现 但其实有一点很重要 刚才唐老师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座严格意义上来讲 虽然是被使用 但是没有全部竣工的一座城 那为什么这座城后来就没有竣工 然后生活在这里的人 后来又去了哪里了 对 这个是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但是正在探索不见得没有想法 就是考古发觉 有没有一些证据或者线索 有 有一些 比方说这座城的宫殿宗庙区的建筑 不是一座被烧掉了 这个灰色是燃烧的灰烬 这明显烧的是很多 就成片的被烧掉了 这就是一个事件 为什么没事都烧掉 地面都烧成了那个黑色 烫灰色看到没有 或者江湖色烧掉的 那不是烧一座都给烧了 那就是一场大火 那一场大火吗 那究竟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所以这就是要烫血的问题吗 就是说这个事肯定是存在的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 王位传承 你看假定我们根据它年代 根据它这个气和度 把它定成为核大甲居相 那么它就是一个王位增权的一个输职关系 你看到那个上一任 那就是输职关系 这样的话呢 这一场大火已经王位传承的不正常 就有可能让我们想到 华美生之所以被毁 可能跟政治斗争有关呢 王位更迭 王位更迭有关系 有可能 但这只是一个推想 因为要证明它还要更多的证据 我只能说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非正常的火灾 这是历史事实 看得到 看得到 这没问题 刚才您跟我们解释了 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 大概是什么人呢 首先肯定是商王朝的人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这个回答 因为说商法真的太简单了 那么比方说 你说人种是什么 蒙古人种 东北亚类型 但是还不能停留在这 还要深入一点 哪里来的 对 一部分是生活在 或者叫长期生活在 泰河上登陆的 就是本地的原住民 大概是今天的山西 山西 东部 河北 河南北部 这一带 一直在长期生活的 这是一批 一批人 还有一批呢 大概率从郑州过去 河南人 河南人 忠苑 老乡 我跟你说 这个是有靠谱的 一个是陶器的切片 证明这个地方的人 是两种 两类 一个是思同位素 还有一个你注意到 河南甲居象 象在昂阳 对吧 对 它在上一个都城在哪 终钉迁熬在郑州 从郑州往象牵 岂不是很正常很合理吗 好 那我们现在想知道的 是 这个城里的人后来去了哪 按照迁都的说法 那么河南甲之后 接下来是足以居行 河北星台 到河北星台 向北走了 对 足以居行行呢 实际上在今天的河北秘密 河北火车上 老火车上附近 那一带很可能是行所在 北大的周恒老师这么认为 我们都这么认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行台老火车上附近 居民点特别密集 就我那句话 居民点密集的地方 同一时间里头 居民点密集的地方 找到大一支的可能性最高 小兴河北火车上 这是向北了 然后再后来就是盘耕千衣 再后来还有个南耕千衍 到衍 但是南耕千衍呢 太短了 我们没有线索 因为衍之后就是盘耕千衣了 盘耕千衣 然后一直到 殷商的终结到商舟王 对 然后就是武王法舟 就这个时代 然后就是封绳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通过目前这座城的考古发掘 向我们证明 商中期的经济政治文化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版本商城 印象最强烈的是它的建筑 它的建筑非常讲究 保存在很好了 很完整 它的台积 它的向外封闭 向内开放的内廊式的结构 它的前面是庙 后面是寝的布局 以及它的规模 它的屋顶的处理 墙面的处理 包括它的装修 那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华安北商城 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城 商中期的时候 华安北商城就是 以它为中心 其实附近还有很多的遗址 它是一个聚落群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 商王朝的概念 不能说只是那座城 或者只是那座宫殿 它是一群人生活在 今天的安阳一带 但是它再往外抗 放大 它是一个大的国家 因为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商王朝考古学文化 分布最广泛的时候 商朝中期 因为我有一次 我跑到安徽去 安徽有个遗址 叫台嘉寺 武汉大学发掘的 我到了以后 他们那时候 让我看了一个陶器 我一看 怎么跟华美的一样 是不是我们华美的人来了 就这种感觉 就华美时候 它这个大范围的扩张 整个商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别看它好像貌似是泪乱 但整个国家强大 考古资料复古革命迹最广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商中期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你就会发现 华美商城它考古 发掘的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它对于中国的建城市 对 我们现在中国 好像是北京在做中中线生仪 中中线这个概念 在商代其实是很明显的 商代有中中线吗 黄美商城 它的宫殿宗庙 就是在中中线的南部 但是正式提出 我们一般来讲 不都在州里里吗 州里考工计 州里里提的 州里是总结 它总结前面的 真正的中中线 我们在商代看得很清楚了 我可以举三个现实的例子 第一个 隐世商城 隐世商城是有内城外城之分 如果把外城拿掉 外城是后来加盖的 内城就有中中线 北边南边各一个门 它的宫殿机制 是在中中线的偏南一点 这是隐世商城 所以它是有明显规划意识 明显明显 黄美商城 黄美商城你看了没有 明显是中中线 它那个工程是在中间 虽然是先建的工程 后建的外城 但是它是以中中线为主 现在规划的 这是黄美商城 是吧 我们再举一个 想一想 遥远的四川 三星堆 三星堆的祭祀坑 就在中中线的南部 您看 中中线 你这个今天来的 都是爆炸性新闻 确实是这样 我们叫摆事实 这个没有什么研究 这考古很多发现 它不在于说 你要不要研究 你只要把事实 成熟完了就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中国人的这个中轴线的 这样一个概念 在商代甚至更早期 都已经出现 在商代已经出现了 它倒未必 不同等级的人 不同身份的人都讲这个 但是到了最高层 到了都城这个级别 它讲 也就是说中轴线 或者说以中轴 来进行排布格局的 这样那种思想 这种概念 商代就已经有了 是的 已经形成了 还有四合院 别忘了 北京那么多四合院 你看人家黄美城 是不是四合院 那四合院商代的 商代就有 没问题 我们给北京四合院 找个源头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说了这么多这座城 商代中期的一座王城 一座都城 那么我们再来想象一下 或者说根据现有的 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 我们重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构建一个商王朝生活的场景 唐老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考古 他所描述的商王朝 跟司马迁描述的商王朝 不一样 不一样 跟文献的商王朝 不一样 考古学里头的商王朝 更加具体 更加真切 然后还有更加的王辈 因为文献它只能摘一些要点 写进去 可是考古发现 挖出来它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方方面面 就是方方面面 你比方说 那个时代的等级 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 那个时代的人种 那个时代的生活习俗 那个时代的穿戴 我比方我讲生活习俗 我讲一个事 我们说 我们今天跟商戴比 今天说 今天是2023年9月10号 那么我们一天是24个小时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我们置换一下 回到商戴 你怎么描述今天 肯定不是2023年9月10号 24小时之 不是这样的吧 他怎么描述 这样回到商戴 他肯定是说 围王几四 围王五四 就是商王上台以后第五年 围王五四说年 然后说几月 他有可能是12月 有可能是9月 有可能是13月 对 因为他有润月 对吧 好 接下来说哪一天 他肯定不是说3号4号5号 他不是 没这个概念 他不用这个 他用什么呢 甲午 心丑 惊丑 假生 他用的是这样的 概念的描述 然后一天怎么分割呢 一天 我们要设计他不是 他什么 天霉亮 叫魅 太阳粗声 叫大 太阳高声 叫大彩 这个时候该干嘛了 该吃早饭了 他叫大石 先搓一顿再说 大石完了以后 接下来 太阳到中间 他叫中日 太阳在中间 中日 中日完了以后 太阳开始吸血 他叫泽 泽完了以后是什么 锅吸 锅吸 锅吸完了以后 又吃一顿 小石 上场吃两顿饭 很重要 把它放到计时里头 小石往下干嘛 小彩 你就想着往霞 小彩不就往霞吧 往霞 往霞过去以后干嘛 婚 还婚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 结婚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结婚呢 结婚怎么来的 跟商朝有关 因为晚上了 要结婚 结婚的意思就是 还婚结对 结婚 当然结婚完了 该入洞房了 商朝的人 晚上分得不细 他把白天分割 咔咔咔 跟你分得很好 晚上他不管了 睡觉了没灯 多少个 我觉得特别棒 我们现在要生产 一块手表 上面不要再 一二三四阿拉伯数字了 魅 淡 大彩 大时 中日 则 锅西 小时 小彩 昏 昏 很有意思 很真确的 太漂亮 太漂亮 你这商城的发觉 当然庆祝了考古工作者 全部的心思 可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考古学 如何重新认知中华文明 而它的丰硕的考古学的成果 公布于众 又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让世人如何来认知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 在遥远的过去 我们的先民们 创造的如此灿烂的文明途径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唐老师 来 起立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 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资养 让我们每个人 真正地去感受到活的历史 感受到活的文明 这就是考古学的意义之所在 感谢各位收看 这期的考古公开课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